群书制药360 一 自陈康以来 饥且千岁 欲为智者慎重 难而太平勿赴心者 何也 以其舍法度 而认思义 思此行而仁义废也 一 白话解释 自陈康盛世以来 将近千年 想使天下大智的君王很多 然而太平盛世不复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领导者 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 而放任自己个人的私欲行事 导致奢侈横行 而仁义废弛 二 白话解释 大凡事物发展过快 则衰亡也快 缓慢稳定的发展 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 早晨开花的草 到了傍晚就凋落了 茂盛世的松柏 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 也不会枯萎 所以德高财大的君子 既会速成 三 夫 容公好专利 而不知大难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在也 而有专之 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 皆将取焉 何可专也 所怒甚多 而不被大难 已是焦王 王岐人久呼 三 白话解释 荣夷公喜好独占财力 而不知道会造成 严重的社会问题 财力是天地之间 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 而有独占的现象 造成资源不均的害处 就多了 因为大家都需要用到 怎么可以独占 不平的现象多了 而不知道 社会问题已经存在 必招致民怨 不去防备大的灾难 却用这样的思想 来教唆君王 王位怎能持久呢 四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十层甜烈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形防 四 白话解释 贪恨五花八门的色彩 使人精气神外散 视觉迟钝 过度追求音乐的刺激 使人心中 失去平和中正之气 听觉迟钝 讲究食物的美味 使人味觉迟钝 沉溺于骑马打猎的快意 使人心神狂妄暴躁 稀有难得的过品 使人贪心增长 而造成行为偏差 五 逊有之 内作色荒 外作情荒 干酒四阴 俊于雕墙 有意于此 为获福王 五 白话解释 皇族大宇有这样的话 在内迷恋女色 在外迷恋游脸 纵情饮酒 毫不节制 贪视歌舞 不知满足 住在豪宅 雕梁画动 过度装饰 以上几项 只要沉迷于一项 就没有不亡国的 六 乱国自主 物以广地 而不物以人意 物以高位 而不物以道德 是舍其所以存 而造其所以亡也 六 白话解释 会造成国家动乱的领导人 只注重扩大势力范围 而不重视 人意的教化 只追求高位权力 而不专注道德的修养 这种做法 是舍弃国家 所能生存的条件 而造成灭亡的因素 七 人主之大患 莫大虎耗鸣 人主耗鸣 则群臣之所要矣 七 白话解释 领导人最大的祸患 没有大过爱好须名的祸患 一旦领导人耗鸣声 那么下属就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而投其所好 八 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 或受滋击 一女不知 或受之寒 生自有识 而用之无度 则物力必绝 古之治天下 治先治喜也 故其虚计足事 八 白话解释 古代的人说 一个农夫不耕种 就有人要挨饿 一个妇女不知不 就有人会受动 万物生长是有时节的 但使用却没有节制 这样物资势必会用尽 古代治理天下 达到非常细致 周详的地步 所以国家 有足够的积蓄 可以依靠 九 修身治国也 要莫大欲节欲 撰月 欲不可纵 立官 有家有国 其得之也 莫不节欲 简约 其失之也 莫不由于奢辞 简者节欲 奢者放情 忘情者为 节欲 则安 九 白话解释 修身和治国 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 李静尽上说 欲望不可放纵 纵观古往今来 有家有国的领导者 取得成功 无一不是凭借勤俭节约 亡国败家 无一不是由于奢侈重欲 勤俭的人 节制欲望 奢侈的人 放纵欲望 放纵欲望的人 危险 节制欲望的人 安全 十 禁令不明 而言行 以净乱 妙算 不精 而穷兵 以亲临 由 善河 以寄蝗虫 伐木 以沙 集合 简石 以重 造诗 车舍 以足 却熟也 十 白话解释 禁令不明确 却用言行 来平定祸乱 朝廷对战士 谋划不当 没有反省 却竭尽兵力 去侵犯邻国 这就好像 割掉庄稼 以消灭蝗虫 砍掉树木 以消灭蛀虫 吞下毒药 以杀死 跳蚤 狮子 拆除防射 以驱逐 麻雀 老鼠一样 十一 夫 圣人以天下 为度者也 不宜 己 失怒 丧天下之功 十一 白话解释 作为君主的圣人 实时以天下人民的利益 为考量 不因为自己个人好恶 产生的怒气 伤害了天下的公义 十二 我三人行 必得我思焉 折其善者而重知 其不善者而改知 十二 白话解释 孔子说 我与他人的相处中 他人的言行 必定有可以让我学习 效法之处 选择他好的方面 向他学习 对他做的不好的地方 反省自身 若有类似情况 则自我改正 十三 子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十三 白话解释 孔子说 一个人有过而不改 这是真正的过错啊 十四 子贡曰 君子自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 人皆见之 耕也 人皆养之 十四 白话解释 子贡说 君子的过错 就像日时月时一样 所犯的错 人人都看得见 改正了 像日月时后 重现光明那样 人人都敬仰 十五 古者圣王之志 时在前书过诗 恭送真见 庶人傍一道 丧女亦于世 然后君得闻其过时也 闻其过时而改诗 见夜而重之 所以拥有天下也 十五 白话解释 从前圣王的制度中 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诗 诵诗文之功 读诵规劝君主的诗文 百姓在道路上 指责君主的过诗 商旅之人 在街市上 议论君主的过错 这样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诗 听到了过诗 就改正 看见了符合道义的做法 就积极落实 这是他们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 十六 大忌之身之物而不改也 以贼其身 乃上其驱 又行如此 滋味大忌也 十六 白话解释 人的重大忌论 人的重大忌讳 是知道自己的过错 而不改正 以致伤害身心 乃至丧失生命 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人之大忌 十七 白话解释 古人曾说 人难以做到的 有两件事 一难 是乐于别人指出缺点 并加以改正 二难 是把别人的错误 指出来 来告诉对方 十八 子曰 爱亲者不敢误于人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爱敬尽于世亲 而德教家于百姓 行于四海 该天子之孝也 屡行云 依人有庆 造民赖志 十八 白话解释 孔子说 天子真正亲爱自己的父母 也就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 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 也就不敢轻慢别人的父母 天子竭尽爱尽之心 去侍奉父母 将这种德性教化 推行到百姓身上 全国都能看到 德教产生的良好影响 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 上书旅行里说 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 天下万民都会仰赖他 国家便能长治久安 十九 西三代明王之 必敬七子也 盖有道焉 七爷者 亲之族也 子爷者 亲之后也 敢不敬雨 事故 君子无不敬也 敬爷者 敬身为大 身也者 亲之知也 敢不敬雨 不敬其身 是伤其亲 伤其亲 是伤其本也 伤其本 则知从而亡 三者 百姓之相也 身以及身 子以及子 非以及非 君修 至三者 则大话 看于天下 十九 白话解释 以往 夏商周三代的 圣明君主 必定尊重 爱护妻子与儿女 是有道理的 妻子 是祭祀祖宗 照顾父母的 主妇 儿子 是祖先的 后代 怎能不尊重呢 所以 君主 对妻儿 没有不尊重的 谈到尊重 最重要的 是尊重自己 自身 是父母 衍生的支派 怎能不尊重呢 不自重 就是伤害父母 伤害父母 就是伤害了根本 伤害了根本 只干就随之哭亡 这三者 自身 妻子 儿女 百姓和君主 同样拥有 自然会效法 君主的榜样 尊重自身 推及到尊重百姓 亲爱儿女 推及到 亲爱百姓的儿女 尊重妻子 推及到 尊重百姓的妻子 君王做好 这三件事 那么 深远的教化 才能推广到 普天之下 二十 帝王 资云亲戚 爱虽龙 必视之以威 体虽贵 必尽之以度 二十 白话解释 君主 君主对于亲属 爱护虽然深厚 但一定要有威严 否则 亲属就会傲慢 亲属的身份 虽然尊贵 但一定要用法度 来制约 否则 亲属会横行无忌 二十一 所贵于善者 以其有礼意也 所贱于物者 以其有罪过也 今以所贵者交明 以所贱者交亲 不亦背乎 二十一 白话解释 人们尊重的美好行为 是因为他合乎礼意 厌弃的不良行为 是因为他违背常理 现在用所尊崇的 来教化百姓 却用所厌弃的 来教导皇亲 不是很反常吗 二十二 立得之本 莫上乎正心 心正而后身正 深正而后左右正 左右正而后朝廷正 朝廷正而后国家正 国家正而后天下正 二十二 白话解释 君主树立品德的根本 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 心正 然后自身严刑就正 身正 然后左右进城的观念才正 进城正 然后朝廷的政治风气就端正 朝廷正 然后国家的运作就顺畅 国家正 然后天下起而归顺效法 二十三 曾子曰 五日三行五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二十三 白话解释 曾子说 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 为他人办事 是不是尽心尽力了 与朋友交往 是不是讲究信用了 老师传授的 同时也是自己将传给学生的学问 是不是已经反复温习 并身体力行了 二十四 天子无戏言 言则是书之 礼成之 乐歌之 二十四 白话解释 天子没有不慎重的话 话一说出口 使官就会记载 用礼仪来完成它 用古乐来歌颂它 二十五 子乐 功自后 而博择于人 折怨怨矣 二十五 白话解释 孔子说 要求自己要从严 要求他人 要从宽 就能远离怨愿 二十六 君不孝 这国为而民乱 君贤胜 这国家安 而天下制 祸福在君 不在天时 二十六 白话解释 君主不贤民 则国家为王 而人民动乱 君主贤民 则国家安定 而人民有序 国家的祸福 取决于君主 贤与不贤 而不取决于 上天的意志 二十七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二十七 白话解释 商汤王说 我本身有罪 请上天 不要牵连万方之名 万方之名有罪 都是我没做好榜样 没有教化好他们 顾其罪责 由我一人承担 二十八 顾民王有过 则反之于身 有善 则归之于民 有过 而反之身 则身聚 有善 而归之民 则民喜 王喜民 来聚身 此民王之所以 致民也 二十八 白话解释 贤民的君王 有过错 就归之于自身 有了善行 就归功于百姓 有了过错 反省自己 自己就会警惕 有了善行 归功百姓 百姓就会喜悦 归功于百姓 而让百姓喜悦 归功于自己 而让自己警惕 这是明君 能治理好人民的原因 二十九 二十九 转月 与汤醉己 其心也薄焰 节奏醉人 其王也忽焰 由事言之 藏民治国日本在身 二十九 白话解释 左传上说 下雨 商汤 罪则自己 因此德性 智慧 能力不断提升 自然 人心凝聚 他们的国家 勃然兴盛 夏节 商咒 怪罪别人 因此 自身过恶 不断增长 自然 人心离散 他们的国家 迅速灭亡 由此可见 使国家 常治久安的根本 在于 君主自身 三十 孟子 告齐宣王曰 君子士臣如守卒 这臣子士君如复心 君子士臣如全马 这臣子士君如国人 君子士臣如土戒 这臣子士君如寇丑 三十 白话解释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 君主看待臣鼠如同自己的手足 那臣鼠就看待君主如同自己的复心 君主看待臣鼠如同全马 那臣鼠就看待君主如同陌路人 君主 君主看待臣鼠如同陈土 草剑 那臣鼠就看待君主如同仇敌 三十一 谨公问燕子 谨公问燕子曰 父名安重南乎 对曰 义 节欲 正名父 仲听 正名安 行此 两者而已 三十一 白话解释 齐景公问燕子说 想使人民富足安定困难吗 燕子回答说 很容易 君主节制贪欲 就会使人民富裕 公正判案 就会使百姓安定 做好这两件事就够了 三十二 民族则有三句 一曰 促尊位 而恐不闻其过 二曰 得意 而恐交 三曰 闻天下之之言 而恐不能行 三十二 白话解释 英明的君主 有三种恐惧 一 是身居高位 而怕听不到别人 谈论他的过失 二 是世事称心满意 而怕变得骄傲起来 三 是听到天下非常有道理的话 而怕不能实行 三十三 三十三 城汤遭汉 以六事自责约 正不结也 使民集也 公事龙也 女业圣也 包居行也 残服苍也 三十三 白话解释 从前 城汤遭遇旱灾 便以六件事自责说 治理正事 不符合法度吗 一时百姓过度吗 公事 是不是太奢华 德式嫔妃 敬言干政 形成崩弃了吗 贿赂盛行吗 敬禅言的人 太猖狂了吗 三十四 曾子曰 上士其道 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 则哀今而勿息 三十四 白话解释 曾子说 在上位的人 失去违证之道 民心离散已久 如果掌握了百姓犯罪的实情 就应该哀怜体恤他们 而不要因为自己的办案能力 沾沾自喜 三十五 上士其道 而撒其下 非离也 不交以孝 而听其欲 是杀不孤也 三十五 白话解释 君王偏施了违证之道 而诛杀他的臣民 这是不合理的 不用笑道教化人民 使他们明理 而有犯错 就定他们的罪行 这是杀害无辜 三十六 智智之术 先丙四患 乃从五正 一约未 二约思 三约放 四约舍 未乱俗 思坏法 放月鬼 舍拜志 四则不除 则正无由行矣 孰乱则道荒 所以天地 不得保其信矣 法坏 则事情 谁人主 不得守其度矣 鬼月 则礼王 所以圣人 不得全其行矣 智拜 则欲试 所以四表 不能冲其求矣 十位四患 兴隆桑 以养其生 圣好物 以正其俗 宣文教 以张其化 立五倍 以禀其威 名 赏罚 以统其法 十位 五正 三十六 白话解释 达到政治 清明的方法 要先除掉四患 才能推行五正 四患指的是 一 一是弄虚作假 二是图谋私利 三是任性放纵 四是奢侈浪费 弄虚作假 就会扰乱社会 社会风气 图谋私利 就会破坏 法令纲纪 任性放纵 就会助长 越贵行为 奢侈浪费 就会败坏 规章制度 这四大祸患不除 那么德政 也就无从施行了 风气混乱 道德观念就要沦丧 即使是天地 也不能保全人们的本性 法治破坏了 社会就要崩溃 即使是君主 也不能坚持守卫那些法度 行为越轨 道德规范就跟着消亡 即使是圣人 也不能维护正道 规章败坏了 欲望就会横行无忌 即使国土辽阔四方 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这就叫做四患 提倡庚之 来养育人民 明察人们的喜爱和憎恶 来端正习俗 宣扬礼乐典章 来昭示朝廷的教化 建立军备来确保国家的威严 严明赏罚来同理国家的法律 这就叫做五正 三十七 无藏安之国 无恒治之民 得贤者则安藏 实质者则为王 自古极今 未有不难则也 三十七 白话解释 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 也没有永远顺服的百姓 得到贤人辅佐 就安定昌盛 失去贤人 就导致灭亡 从古至今 没有不是这样的 三十八 书曰 有不适之君 必能用不适之臣 用不适之臣 必能立不适之功 三十八 白话解释 古书上说 有卓越的君主 必然能任用卓越的大臣 任用卓越的大臣 必然能建立卓越的工业 三十九 紫月 大臣不可以不敬也 是民之表也 而臣不可以不慎也 是民之导也 三十九 白话解释 孔子说 国君对大臣 不可不恭敬 因为他们是民众的表率 敬臣不能不慎重选择 因为他们是民众 遵循跟从的先导 四十 文王好人 故人心 得适而敬之 则适用 用之有礼意 故不至其爱静 则不能尽其心 则不能尽其力 则不能尽其功 故故故之 谷之贤君于其尘也 遵其 决若亲之 疾者 临世之无数 死者 吊枯之 为之 福西吹 而三林其伤 未念 不饮酒 食肉 未葬 不举悦 当中庙之 祭而死 为之 废悦 故故之 君人者 于其尘也 可谓 尽离 孤臣下 莫敢不竭力 尽死 以报其丧 四十 白话解释 文王喜好人德 所以 人正兴起 得到世人 而能尊重他们 所以世人 能为他效力 文王又能以 利益态度相待 所以 不对世人 爱护和尊重 就不能得到 世人的信心 让他们 安心做事 就不能 发挥才华 全力以赴 就不能成就 他们的工业 所以 古代的贤君 对待大臣 尊重他们的 官爵 俸禄 而且爱护他们 大臣有病 多次亲自探望 大臣去世 则吊咽哭泣 并穿戴细部桑服 三次清临桑葬 死者为入恋前 君主不喝酒吃肉 死者为下葬前 君主不奏乐于乐 当大臣 正好在宗庙祭祀时去世 则为他免奏宗庙祭祀之乐 所以古代君主 对于他的臣下 可以说是 极尽礼意了 所以臣下内心 不敢不敢不敬心竭力 鞠躬尽瘁 报效君主 四十一 周公 借伯秦约 我文王之子 物王之地 臣王之俗父 我与天下 亦不见义 难 我一目三着法 一犯三图补 其以待事 有恐是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 甚无以国交人 四十一 白话解释 周公告诫薄秦说 我是文王的儿子 武王的弟弟 成王的淑妇 对于天下来说 我的地位也不算低贱了 然而 我洗头时 曾多次握着 尚未梳理的头发 吃饭时 也数次吐出口中食物 起身去接见贤士 即使这样 还怕错过了天下的贤人 你到了鲁国 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 看不起人 四十二 我一须十难 以认贤人 一月不知 二月不求 三月不认 四月不忠 五月以小院弃大德 六月以小过处大功 七月以小短烟大美 八月以公节伤中正 九月以邪说乱正度 十月以禅记费贤人 十位十难 十难不除 这贤臣不用 贤臣不用 这国非其国也 四十二 白话解释 考虑任用贤能之事方面 有十难 一 是没有知人之名 二 是知人 而不能积极推举 三 是举人 而不能善用 四 是用人 而不能始终信任 五 是因小小的嫌隙 而否定可贵的品德 六 是因小小的过失 而抹杀大功 七 是因小小的缺点 而掩盖他整体的美善 八 八 是因奸邪之人的攻击 而伤害中正之事 九 是因邪说 而扰乱了正规的法度 十 是因谗言嫉妒 而废弃贤能之事 这就是所谓的十难 这十难不除 贤臣就不能启用 贤臣不起用 国家也就难成了 四 四 文王问太公曰 君物举贤而不获其功 事乱欲胜 以字为王者何也 太公曰 举贤而不用 是由举贤之名也 无得贤之实也 文王曰 其事安在 太公曰 其事在耗用 世俗之所欲 不得其争贤 四十三 白话解释 周文王问江太公 国君致力于举荐贤 而没有收到功效 社会混乱 愈加严重 以至于国家为王 这是什么原因 太公说 选出贤财 而没有加以任用 这是由举贤的虚名 而没有用贤的实质 文王说 那错在哪儿呢 太公说 错误在于 国君喜好 用世俗所称裕的人 而没有用到 真正的贤财 四十四 为人君 而武其臣者 智者不为谋 辩者不为始 勇者不为斗 智者不为谋 则设计为 辩者不为始 这始不通 勇者不为斗 这边境轻 四十四 白话解释 身为君主 而武入他的臣民 导致的结果就是 智者不为他谋划策略 有变财的人 不为他出使外交 勇者不为他冲锋陷阵 智者不出谋略 那么国家社会将会陷入困境 有变财的人不做外交 那么就无法与他国往来 勇者不奋力向前 那么边境就会受到侵犯 四十五 国之所以智者 君明也 其所以乱者 君暗也 君子所以明者 监听也 其所以暗者 偏信也 时故 人均通必 监听 则圣日广也 雍说偏信 则 于日 甚于 四十五 白话解释 国家之所以治理的好 是因为君主英明 国家之所以败乱 是因为君主昏庸 君主之所以英明 是因为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君主之所以昏庸 是因为偏听偏信 因此君主内心通达 广听接纳 圣德就会日渐扩大 偏信坚定之言 昏庸愚昧 就会与日俱增 四十六 陈文人君 莫不耗中正 而物残余 然而 历世之患 莫不以中正得罪 残余猛性者 该听 中南 从于异也 四十六 白话解释 臣听说 君王没有不喜欢 忠诚正直 而厌恶 阿余禅宁 但是 历代的祸患 无不是因为 忠诚正直的人 获罪 阿余禅宁的人 受宠所导致 这实在是 听信中正之言 甚难 听从阿余之言 教义 四十七 明族 犯于 习者众 而无由 闻识也 故开 赶见之路 纳逆己之言 苟所言 出于忠诚 谁视不尽 是由 欢然之 四十七 白话解释 英明的君主 担心 阿余 自己的人 太多 而无法 听到 自己的错误 所以 广开 敢于 直见的途径 听取 反对 自己的言论 如果 所说的话 出于忠诚 即使 所说的 事情 并非 全都正确 也高兴地 接受 四十八 顺曰 于 为辱 必 辱 无面 从 退有 后言 故 治国 之道 劝之 始 见 宣之 始 言 然后 君 明察 而 至 情 通 公语 四十八 白话 解释 顺说 如果 我有过失 你们就 辅助 纠正我 你们 不要当面 听从我 背后 又去 议论 所以 治理国家 的方法 要鼓励 人们 进见 要 引导 人们 敢于 讲实话 这样 君主 就能 明察 真谓 而通宵 治乱的 真实 情况了 四十九 新国 之君 热闻其 过 慌乱 之主 热闻 其欲 闻其 过者 过日 消 而 扶 增 闻其 欲者 欲日 损 而 获 至 四十九 白话 解释 是国家 兴盛的 君主 喜欢听 指出 过错的话 荒淫 败乱的 君主 喜欢听 赞美的话 能听到 自己 过失的 君主 过失 就会 一天天 消除 而福分 到来 喜欢听 美言的 君主 德性 就会 一天天 受损 而灾祸 也就 降临了 五十 折 折 执事 之 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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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之 舌 群臣 皆知其 非 然不敢 争 天下 以言为 劫 罪 国家 之 大 唤也 五十 白话 解释 挫折 正直 之 事的 节操 切断 劝 劫 之 臣 所 说 的话 大臣们都知道 这样做是错误的 可是不敢据理力争 天下人都对敬献谏言 生戒备之心 这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祸患 五十一 孔子曰 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 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贪污以恶恶而仓 节奏 节奏 以为为为而亡 五十一 白话解释 孔子说 良药苦口难厌 但却有利于治病 正直的劝谏听来不顺耳 但有利于自我提升 商汤 商汤周武王 因为广纳直言劝谏 而国运昌盛 下节商咒 因为狂妄暴虐 群臣只能唯命侍从 而导致国家灭亡 五十二 文言未审 而以定善恶 这是非有错 而时便巧言之流奇 五十二 白话解释 听取言论 为客观判断 就轻易论定善与恶 是非容易颠倒 而卖弄言语 巧遍的风气就会兴起 五十三 夫人主莫不爱爱己 而莫知爱己者之 不足爱也 故祸小臣之宁 而不能废也 妄为己之义己 而不能用也 五十三 白话解释 君主没有不宠幸 那些喜爱自己的人 却不知道 喜爱自己的人 不该宠幸 所以迷恋于 卑微小臣的谄媚 而不能远离霸处 感受不到 不顺己意的人 是有益于自己的 而不愿意任用他们 五十四 金玉满堂 莫知冷守 富贵而交 还字 余旧 功成 明岁 身退 天之道也 五十四 白话解释 金玉满堂 丰富的物质生活 很难长久地保有 富贵时 生活 骄纵奢侈 就给自己 种下祸根 功成明教之后 懂得不居功摊位 适时退下 才符合大自然的运行之道 五十五 夫 听察者 乃存王之门户 安为之积药也 若人主听察不博 便受所信 这谋有所漏 不尽良策 若博其观听 纳授无方 考察不经 只树有所乱 五十五 白话解释 听和察 是国家存亡安为的关键 假如君主 不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 只接受亲信者的言论 那么 谋划必定有疏漏 不能禁收好的策略 假如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 但采纳的方法不对 考察也不精确 谋略计划 必然混乱无章 五十六 孔子曰 众浩子必查焉 众物子必查焉 故圣人子施舍也 不必认重 亦不必专己 必查彼己之位 而夺之以意 故举无疑失 而功无费灭也 五十六 白话解释 孔子说 众人都喜欢他 一定要仔细考察详情 众人都厌恶他 一定要仔细考察详情 圣人的定夺取舍 不一定都听取大众之言 也不一定要坚持己见 而是一定要全面考量自己和别人的看法 并以情理法来衡量 所以选拔贤财时没有遗漏 正是就不会败坏丧亡 五十七 人君子大患也 莫大乎 降于小事 而略于大道 差于近物 而暗于远数 自古及今 未有如此 未有如此而不枉也 五十七 白话解释 君主最大的弊病 莫过于 想查小事 而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 莫过于 只看到眼前的事物 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 从古至今 只要如此 没有不灭亡的 五十八 井公问彦子曰 古者离善其名 而运失其国者 其藏行何卢 对曰 国贫而浩大 智博而浩钻 尚残余而见贤人 要减慢而清百姓 国无常法 民无经济 好边以为智 科民以为忠 流勉而望国 好兵而望民 数于罪诸 而慢于庆赏 乐人之哀 得不足以怀人 正不足以匡民 赏不足以劝善 行不足以防飞 此亡国之行也 今明文功 另如叩筹 此谷之离其名 允其国常行也 五十八 白话解释 齐景公问燕子说 古代离散百姓 而丧失其国的君主 他常见的行为 是怎样的 燕子回答说 国家贫穷 却浩大喜功 智慧浅薄 却独断专行 好听性禅于之言 而轻视贤人 好轻慢 而忽略百姓 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律 百姓没有行为准则 把喜好争辩当作智慧 把苛虐百姓当作忠诚 放纵无度而荒废国事 喜好用兵而不顾人民 言于判罪诛杀 输于赏赐有功 把别人的哀伤当作欢乐 靠损害别人谋取利益 道德为博 不足以安抚百姓 政令苛刻 不足以教导百姓 赏赐不足以劝人行善 刑罚不足以防范违法行为 这就是亡国的做法 现在百姓听了国家的政令 如同建了仇敌 这就是古代造成离散百姓 丧失国家的常见行为 平均